今天呢我們要來崩壞山4.2版 失落迷迭 長髮好讚啊 你分身 順閃 閃 這一個呢就是咱們這個4.2版本喔 兩個新的角色 好兩個新的角色 這一個呢是量子屬性的女武神S級的莉塔 那她最最最最最特別的點就是 可以 濃 可以濃 可以用濃的濃出來 並且呢連她的裝備跟聖痕 都可以直接用換的連抽都不用抽 如果你完全不靠抽卡換取大概4個月的時間能夠換出來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一些材料的話 也就是你平常就有在玩的人的話 你會直接可以換出來 角色本身你可以直接在戰場寶庫裡面可以直接換一隻出來 接下來碎片呢可以在擴充補給 戰場寶庫這邊拿到 另外呢作戰憑證的憑證商店也能夠拿到 深淵的部分我先提前跟你們講一下 超閒空間呢 當初陸服剛出的時候呢有13檔的獎勵 然後後來被很多玩家說這樣的太乾太濃 所以陸服後來改成了9檔的獎勵 台服呢直接上9檔的獎勵 也就是台服上的獎勵是直接是總獎勵不變 但更加節約時間的優化的版本了 回到我們的莉塔身上 莉塔呢她本身是一個雷屬性的輔助C 但她呢有個輔助的心卻有個輸出的魂 這角色如果要拼的話通常是拼到2S就好 相較來說比起她更需要的就是雲莫丹心 因為陸前所有失落迷迭的配置裡面都綁雲莫丹心 雲莫丹心會擊飛會點燃 讓失落迷迭在出場QTE的時候可以直接進到這個魔女型態 活動迷迭香的花雨 那這一個活動呢 她能夠拿到遠古傳承讓你能夠更快的去換到莉塔 那她還會給你一個等很久的 異度黑河青石的服裝 等你等了很久了 好 那我們還是回到活動 那我們也來體驗一下角色的玩法 武功 這裡是狼跟蛇 閃避就拿到消零 所以她會有三個零 然後這裡可以叫 然後大絕 再叫 基本上就是一個狂叫的東西 那這些零她都會有額外的效果 回到這個角色現在比較適合的地方 這個角色現在呢其實大多數的時間目前是在深淵居多 那因為她是雷傷輔助的角色 通常會配著於莫丹心出場 這裡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雷傷輔助那當然是配合著我們的雷之律者 閃避三次我們擊到一些SP 剛剛前面還有那個雷之律者這邊直接把刀給打出來 讓這邊消零出來 武器技能 這樣子我們就因為前面有存動能的關係 直接可以打出一個奔直 再來 打出高爾的傷害 待會我們也可以看到莉塔這邊有輸出 這邊你可以看到地板上就會有這個雷圈 這個雷圈就能夠讓隊友在這邊是有異傷的這個狀態 然後也可以幫隊友去毀SP 所以整個循環會變得很順利喔 你地塔可以一直開大 然後旁邊雲莫丹心出來也可以開大 那雲莫丹心這邊大絕一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魂靈就可以打出大量傷害 配合上雷之律者 上樓 撞 撞 噴兩段 下來 換雲莫丹心 存滿 這一個三個動能 打出QT SP你看 又好了 又滿了 魔女型態一結束 直接再進一次魔女型態 然後幫隊友集團一下 這個SP 你看到隊友這邊也是可以直接開大 就是他的循環會變成非常的順遂喔 92萬 然後接下來他就是回到這一個盾的狀態 這個盾的狀態就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可以用雷綠去把他的盾用段速擊破 另外一個是可以用這個利塔 利塔直接也是OK的 兩個都是高頻的這個傷害喔 但因為雷之律者打這邊相當的無腦 所以我們就用雷之律者直接打 然後一個普攻下來 配合上武器技能 再變龍 再動 這個就是在打深淵的 深淵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我們要來講到安行淵尾 那這個武器呢 可以說是失落迷迭 也就是S利塔最專屬的武器 沒有所謂的下位替代 但是呢這個版本呢 你不抽也沒關係 因為安行淵尾是可以直接用 換的 4000的武器共鳴 可以直接兌換出來 有沒有看到他會直接是可以用兌換的換出來 然後呢 他的聖狠呢 艾琳艾德勒呢 也是可以直接用聖狠共鳴 6000去換出來 那回到他的聖狠的介紹這邊的話 聖狠最推薦的是下吧 有夠強 他的下呢 能夠讓敵人進到所謂的失魂狀態 受到的元素傷害提升15%這件事情 所以下是最優先需要取得的 再來才是上 然後中的部分呢 如果預算不夠 可以考慮用特斯拉樂隊中來去做替代 這一個版本當然也有超限的武器 有我們的這個 聖狠劍史爾特 跟 潔滅無盡 首先我們來看潔滅 簡單來講就是一刀你批不死 那我就再給你一刀 他能夠為你帶來就是 原本你批不太死的那個BOSS 因為超限後一刀就把他批死了 但是這個版本 更推薦超限另外一把 聖狠劍 主要是他原本你真紅在打的時候 你那個點燃還要靠 靠大招去開之類的 而且還會有損險 他現在那個護盾加這個東西是完全無敵的 下一個東西呢 這一邊我就稍稍介紹一下就好了 鸚鵡衝擊在這個版本裡面呢 能夠去做 升伏 升伏 那他本身的概念是有點類似 機械物理的後台輔助 是躍破的小跟班 那鸚鵡增伏四星會直變 用龍的話三週左右可以四星 六週就能夠全賣 星石商店 主線活動商店 角色活動任務 就能夠讓他全賣 這個版本呢 還有一個聖痕 叫做 安娜沙尼亞特 安娜沙尼亞特呢 上中下呢 可以完全靠 龍的 龍出來 沒有錯 而且 安娜沙尼亞特 超級強 基本上冰元素的輸出角色 全員適用 李綠 月魂 勿忘 第六頁想曲 全部適用 超級強 如果要農出來的話 你是從這個 玲瓏到滿的話 大概一鍵三到四週 那如果是從二階到三階的話 這兩週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再來一個總結 4.2版本 失落迷迭呢 是一個怎麼樣的版本 首先它是一個 不需要花水晶的版本 沒有錯你沒有聽錯 你所有的東西都能夠靠 農取跟打日常活動來獲得 不會很乾不會很濃 因為實際上崩壞山的東西 你與其說很濃 不如說 你時間沒到 沒有換日 你根本沒辦法買到 所以不會說 真的真的很濃這件事情 出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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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到老婆你會快樂 出一隻 出一隻 看他出的快 還是我錢賺的快 出一隻 出一隻